2010年3月23日,两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了李清香家。街坊四邻都好奇地张望着,露出了八卦又疑惑的眼神。李清香正忙着打扫卫生,抬头便看见了正朝自己走来的警察。 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露出一副茫然的样子。两位警察直接开口询问他是不是李清香。李清香说他是。然后问警察有什么事。直起身来的李清香,怯声嘚嘚看着对面的刑警。见对面是失踪者的妻子。一年轻警察直接开口,说今天他们接到报案。说他男人罗汉成失踪了。 问这是李清香知不知道。说完便一顺不顺地盯着李清香。李清香表示不可能。罗汉成虽然离家有一阵子了。不过是去了乌鲁木齐市的儿子家中。李清香说得有鼻子有眼。使得警方甚至怀疑是有人报假案。警方虽然心里这样觉得。但还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了一下。有关罗汉成的问题。 问他俩最近有没有有联系。李清香说那倒没有。罗汉成说要去乌鲁木齐看他那几个儿子。李清香一口咬定罗汉成并非失踪。而是去走亲戚了。 这也使得警方不好再说些什么。询问了几句就离开了。不过当两人刚走出李清香家院子时。 耳间的老警察听见了周围邻居的一句话。说他家丈夫怎么总是没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。无意间听到的这句话。瞬间触发了警察的敏锐神经。 难道这并不是罗汉成第一次失踪。还是说这话外有话。 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警方立即向报案人核实情况。发现罗汉成确实已失联两月有余。乌鲁木齐是四个乌工的儿子。也并未见到本应该出现在乌室的罗汉成。这个人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能确认的是目前罗汉成真的失踪了。显然失踪者的妻子李清香。是该案件的唯一切入口。很快警方通过调查得知。 李清香于1954年出生于新疆新元县。他和丈夫罗汉成并非原配。而是在2008年6月底。财经婚介所介绍相识登记结婚的。从两个人相识到接到报案。算起来还不满两年的时间。而在这期间是否发生了什么诡异的事情。才导致罗汉成失踪。令人更震惊的是经调查发现。 李清香前两任丈夫也都离奇失踪了。且与罗汉成的失踪情况有诸多相似点。 2005年底,李清香与一名叫陈仁林的男子同居。2006年陈仁林便失踪了。李清香称其外出打工而后咬无音讯。 2007年李清香惊人介绍又认识了柳国荣。并和他同居在了一起。同年柳国荣也神秘地失踪了。李清香只是称其回甘肃老家探亲。三个和李清香同居过的男人都失踪了。李清香却从未报警。这不禁让警方心里犯起了疑惑。 种种迹象表明。这恐怕并非一场普通的失踪案。罗汉成等人极有可能已经遇害了。而最大的嫌疑犯便是他们的枕边人李清香。 可是没有物证人证就没法开展调查。只是怀疑又有什么用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时。 在伊宁市一个二手手机市场。发现了罗汉成的手机。而且经调查发现。李清香曾在警方上门前半个月。就化名郭秀珍。 开始在婚姻介绍所征婚了。试问如果丈夫只是单纯的去探望儿子。正常人不会立刻急不可耐的去找新欢。 除非他已经笃定这个男人断然不会再回来了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。 才使得李清香连续对三任丈夫痛下杀手。又是怎样的女人能够做到。杀人后不动声色地寻找下一任新欢。 经过警方三个多月的调查。2010年6月李清香被缉拿归案。 至此323李清香系列杀人案落下帷幕。受害者西罗汉成。 陈仁林、刘国荣三人。案件跨度5年。而作案动机却令警方史料未及。 2002年。丈夫早亡的李清香将两个女儿拉着大了。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生活。李清香就觉得身边缺了个能陪伴自己的人。 这时曾在承包于堂时相识的陈仁林。走进了李清香的世界。本就是就相识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。 并于2005年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同居了。某日事后李清香已在陈仁林肩头。 憧憬着两人未来的生活。突然陈仁林的一句话。令李清香瞬间变了脸色。 陈仁林说打算做点小买卖。问李清香那还有多少钱。 李清香说又要钱。他做生意都没赚过钱。说出这句话时。李清香已全然不是刚才满脸笑容的样子了。 陈仁林说就再给他拿一点。他保证这次一定能赚钱。让李清香过上好日子。 陈仁林见李清香不松口。 只好软着性子求李清香。毕竟前几次都是这样。从李清香手里要到钱的。 可这次的李清香打定了主意。断然不会再给陈仁林拿钱出去打水漂。 李清香不嫌弃陈仁林不能赚钱养家。 李清香到这个年纪了。 只求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赔。 看出李清香不会拿钱出来陈仁林也并不恼火。 而是将目光慢慢瞟向一旁的柜子。 他知道那里面有一笔钱。 李清香打算用来购买家禽养殖的钱。 第二天李清香本打算拿钱去买家禽。 一打开柜子傻眼了。 这钱准是被陈仁林拿跑了。 李清香瘫坐在凳子上。 他恨自己为什么选了一个如此没有担当的男人过这种苦日子。 回想和陈仁林在一起之前。 生活虽不算富饶但也算是吃穿不愁。 而现如今年岁渐长却越活得不如从前了。 况且李清香心里明白。 毕竟他和陈仁林在一起时。 已不是未经世事的少男少女了。 他曾憧憬的那种全心全意的爱根本不会存在。 在经历了这些的李清香看来。 会张嘴骗人的陈仁林。 远没有不会说话的前来的靠谱。 虽然因为钱财不断的争吵。 使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。 但日子总归还是要过下去的。 却不曾想2006年9月的一天下午。 陈仁林的一个举动彻底惹怒了李清香。 陈仁林已经盯着羊圈里那二十指羊好久了。 那天下午他终于联系到买家江羊便卖掉了。 卖掉羊后的陈仁林看着手里的一塌钱。 他知道李清香回来知道势必大吵大闹一番。 不过他并不怕。 李清香还不至于能将他杀了。 果然李清香回来大骂陈仁林没良心。 在气头上的李清香说话也越来越难听。 陈仁林虽然自知理亏。 但被骂得如此难听。 就做事要打李清香。 怒火攻心的李清香只想让眼前的男人消失。 自己好不用再过这种苦日子。 李清香顺手抄起墙角的铁锹。 狠狠地朝着陈仁林的脑袋上拍去。 陈仁林还没反应过来便已经倒在血泊中了。 李清香失了神手里握着沾满血迹的铁锹。 胸脯因愤怒而剧烈起伏。 耳道内响起阵阵轰鸣声。 在看到地面上鲜红的血迹后才回过神来。 李清香移识到自己杀人了。 慌乱得不知所措。 但很快便平复了心情。 他凭借着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案件报道。 打算要先清理现场以及处理尸体。 趁着夜幕降临。 李清香将陈仁林的尸体肢解。 而后用小推车将尸块推至承包的地里面。 一把火将尸块焚烧了。 燃烧后的骨头和灰被他埋在了土地里面。 做完这些后李清香虽然依旧惶恐不安。 但又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感。 很快陈仁林的消失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注意。 有人询问陈仁林的去向。 李清香便撒谎说。 陈仁林外出务工还债了。 久而久之大家都信以为真。 就再也没有提起过陈仁林了。 2007年初。 据陈仁林被杀不足半年。 李清香托人介绍与柳国荣结石。 并很快在柳国荣托克拉克乡的家中同居了。 两人各有各的小心思。 李清香所承包的土地。 马上要到耕种的季节了。 他很难一个人耕种所有土地。 需要身体强健的男人劳作。 而柳国荣除了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外。 也需要个女人料理家里照顾儿子柳明明。 柳明明已经十四五岁。 在上中学但常年住校。 柳国荣在婚后儿子仅在寒暑假回家。 柳国荣虽然已有一个儿子养在身边。 但如今从甘肃来到新疆。 讨了个新老婆总被留个自己的种。 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男人气概。 柳国荣多次提到。 想让以五十岁的李清香为他生个孩子。 两人意见不一。 也经常因此吵架感情并不好。 当然李清香并不傻。 面对生孩子的话题。 他渐渐的也不在柳国荣面前表露不想生。 而是被地里偷偷地吃起了避孕药。 时间一晃到了2007年12月25日。 农家人的营生无外乎。 就是饲养牲畜以及承包土地。 到了年底也是该修整做入冬准备时。 所以那天直到半夜11点。 两人都一直忙碌着修整鸡卷的事情。 也许是活细碎杂乱。 又或者是长时间的疲劳。 两人的心情都低沉沉的。 柳国荣说昨天前院老李家生了个大胖小子。 他都不好意思去看。 李清香那肚子怎么就那么不争气。 柳国荣一边说着一边使劲地抽得木板。 李清香一听这话火气立马上来了。 大声说着谁会生柳国荣找谁去。 说不准是柳国荣不行。 这挑衅的话语。 任何一个男人听了都得火冒三丈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让谁。 柳国荣说李清香就是不想给他生娃。 李清香指定了吃了避孕药。 要不然这都一年了还没有一点动静。 柳国荣看着李清香。 恶狠狠地说出了心中所想。 干脆也放下了手中的活。 打算和李清香就此说明白。 其实柳国荣早就发现。 李清香总偷吃一种白色小药片。 联想起李清香还总是在事后吃。 那一定就是阻止女性怀孕的药了。 这时的柳国荣感受到了莫大的欺骗感。 李清香说就是吃了又怎么样。 他多五十多岁了。 柳国荣天天调着花样地折腾他。 还让不让人活了。 李清香越说越觉得气愤。 觉得眼前的男人和陈仁林一样自私让人厌烦。 听见李清香亲口承认吃了避孕药。 柳国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。 他做事要打李清香。 却一搅拌在了带有钉子的木板上。 倒在地上的柳国荣。 还破口大骂地让李清香扶他起来。 这时的李清香哪还肯乖乖地将男人扶起来。 李清香静静地站在那看着柳国荣。 喋喋不休的柳国荣完全不知道。 他的碎碎念彻底让李清香失去了理智和人性。 此刻这个女人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。 让眼前这个臭男人永远闭嘴。 李清香抄起一个钉子外露的板子。 向柳国荣的头狠狠砸去。 恍惚尖柳国荣的脸。 变成了曾垂死挣扎的陈仁林。 直到最后变得血肉模糊他才停手。 杀死柳国荣后。 李清香并没有觉得有多愧疚。 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柳国荣咎由自取。 第二次杀人后的李清香明显镇定了许多。 正值深夜他学着上次处理尸体的样子。 将汽油浇在柳国荣的尸身上将其焚烧。 等烧完后又将一些没有燃尽的骨头。 和灰都装到了袋子里。 一股脑扔进了伊犁河内。 柳国荣这边除了一个还在上学的儿子。 便没有亲人了。 李清香对外称柳国荣回老家甘肃探亲了。 又骗柳明明说柳国荣回了甘肃老家。 但是时间久了免不得周卫林居起疑心。 李清香思前想后。 还是觉得柳国荣家不能再久居了。 所以李清香便又开始在婚介所。 登记信息征婚了。 显然第三次寻找男友的李清香谨慎了许多。 因为他认为前两段感情不顺利。 甚至最终以杀人结尾。 全是因为那两个男人的自私自利。 以及暴力行为导致的。 李清香左挑右选。 终于在2008年6月底结识了。 看起来老是可靠的罗汉成。 经过三个月的相互了解。 两人决定登记结婚了。 登记那天。 李清香早早的就去了罗汉成的家中。 他特意打扮了一番。 看起来和平时大不一样。 换好衣服的罗汉成看着这样的李清香。 心里满是欢喜。 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女人娶回家。 于是拿好了身份证他们去登记了。 两人从婚姻登记处出来后。 罗汉成满脸笑容。 反观李清香却丝毫看不出喜悦的表情。 李清香说要和罗汉成说一件事。 让他千万别惊讶。 李清香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 眼睛一顺不顺地盯着罗汉成。 罗汉成认识李清香三个月来。 从未见过他像今天一样为难。 不禁好奇是什么样的事情。 罗汉成向李清香打了宝票不会惊讶。 示意他说下去。 可是听完李清香说的内容。 罗汉成顿时目瞪口呆。 额头渗出汗珠来。 罗汉成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。 李清香到底输了什么? 原来李清香将柳国荣的事情说给罗汉成听了。 不过也并非完全还原而是添油加醋的讲述。 在李清香歪曲的事实里。 自己是个总被柳国荣打骂的可怜女人。 在那次柳国荣打他时。 绊在了有钉子的木板上死掉了。 惊恐万分的他只好将尸体处理掉。 罗汉成曾听过有关柳国荣的事情。 也几次三番地问过李清香。 趁着罗汉成的喜悦尽还没过。 李清香堵了一把索性告知罗汉成此事。 总比过阵子离地在地里翻出尸骨要好些。 说完这些李清香已经满脸泪珠。 即使罗汉成觉得这件事在荒谬。 但看着面前泪流满面的可怜女人。 也只能保证两人都不提从前。 毕竟两人都已经登记结婚了。 结婚后李清香搬到了东梁街罗汉成的家中。 虽然有柳国荣这一档子事。 但两人的感情依旧很好。 因为在一起后。 罗汉成真的做到了对此前的事只字不提。 时间一晃来到了2009年。 常言说得好。 夫妻在一起生活没有舌头不碰牙的。 两人日常生活中。 渐渐会因为些琐碎的事情吵架。 其中让罗汉成最为动怒的。 莫过于李清香收养了柳国荣的儿子。 说好再也不提以前的事情。 可李清香还要收养柳国荣的儿子。 最终罗汉成拗不过李清香。 还是同意了收养柳明明。 但每当罗汉成看到柳明明。 都会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 毕竟自己并未揭发李清香。 算起来也算是包庇罪。 其实李清香这么做的原因。 除了觉得孩子孤苦伶仃之外。 更害怕孩子回老家引起麻烦。 并且李清香也总得有个理由。 才能将柳国荣在托克拉克乡的院子占为己有。 李清香和罗汉成的生活过得不算富裕。 所以当李清香提出。 让罗汉成模仿柳国荣的字迹写借条。 好借此变卖柳国荣的院子时。 罗汉成犹豫了片刻便答应了。 拿到写有欠款八万元的借条。 李清香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众人面前控诉。 他称柳国荣是个负心汉。 借钱跑回甘肃老家便一去不回了。 并仗着欠条将柳国荣的房子变卖了。 不明真相的人们全都赞叹李清香的善良。 就连柳明明也都被蒙在鼓里。 父亲去世后他一直接受着李清香的资助。 并对李清香感恩戴德。 日子一天天地过。 李清香与罗汉成依旧因为生活中的琐碎事情而吵架伴嘴。 这些稀松平常的家常事罗汉成从未放在心上。 李清香却肚悄悄记在心里了。 直至2010年1月27日。 整个伊宁市虽然是冬天。 但却因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热热闹闹的。 家家户户都在置办年货准备一家团圆。 当天罗汉成却因为李清香给二女儿包红包的小事。 和李清香吵起来。 两人气急败坏大打出手。 傍晚时罗汉成像往常一样。 躺下没一会就睡了。 剩下李清香躺在那里翻来覆去越想越气。 冲动之下李清香转身从厨房拿起了菜刀。 月光照射在菜刀上折射出凛冽的寒光。 随即菜刀一下又一下的起落。 罗汉成博梗出的动脉瞬间破裂。 喷溅出的血迹。 满布墙面。 被入床边和李清香的脸上。 第三次杀人后李清香冷静地抹了一把脸。 依照这前两次的方法将尸体肢解焚烧。 同时为了给罗汉成家人有所交代。 便谎称罗汉成去乌鲁木齐市看望儿子去了。 李清香近几年承包了许多土地。 陈仁林等人虽让他失望。 但承包的那些土地是需要男人劳作的。 于是他又开始盘算着找下家。 已被警方注意的李清香为了保险起见。 化名郭秀珍在伊宁婚介所进行征婚。 如若不是警方侦破了此案。 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人。 成为这位暴躁女恶魔的手下王魂。 李清香虽文化水平不高但能识字。 平日里也会看看新闻读读报纸。 特别是对案件侦破的报道极其感兴趣。 这或多或少也为他积攒了些反侦查经验。 面对警方的审讯丝毫不慌。 起初被警方传讯的李清香。 对犯罪事实矢口否认。 他异于常人的镇定。 甚至早就编造好了一套看似完美的谎言。 李清香一口咬定三任丈夫均出于各种原因。 离家此后再无联系。 又拿出准备好的借条谎称几人不敢回来。 原因在于债务纠纷。 随后警方调查发现李清香。 及其亲属账户均无大额交易。 且借条笔记鉴定为伪造。 警方决定对李清香进行再次传唤。 可李清香已不在伊宁市唯由拒绝了传唤。 因案件跨度五年至久。 再加之没有人证物证。 无逮捕令不能逮捕李清香。 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。 但很快警方在调查中。 于伊宁市托克莱克乡黑水沟。 李清香承包的土地内挖出了未燃尽的尸骨。 BNA检验认定死者为陈仁林。 又在罗汉城与李清香共同居住的卧室。 墙壁以及地面。 床边发现大量喷溅血迹。 经比对确认为罗汉城的血迹。 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。 在凶器菜刀上提取了血痕以及指纹。 此前李清香的那些假口供。 在铁证面前变得毫无意义。 李清香自知挣扎已毫无意义。 这才将犯罪过程全盘拖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。 李清香供认犯罪事实时。 将自己塑造成了被家暴者。 企图减少刑期。 而后警方通过走访四邻戳破了他的谎言。 李清香除了犯下故意杀人罪之外。 在警方抓捕他时。 还在他暂住的大女儿家中。 发现了共计7200元假人民币。 假币如何获取尚不得而知。 李清香并非法律一时淡薄的无知妇女。 相反的是从他和警方周旋不认账的谎话中。 能看出他对刑事案件有一定的了解。 就是这样一个执法却又犯法的中年女人。 在五年时间内犯下残忍杀害三人。 并且非法持有假币两项刑事案件。 此案件一出伊宁市的男女老少们。 皆陷入了震惊与错愕中。 谁都不曾想到一个女人。 居然会连杀三任丈夫。 且在众人面前被装五年之久。 李清香本人并无任何精神疾病。 但是却体现出了反社会行人格障碍的特征。 李清香疑饥惹且具有攻击性。 冲动行凶以及缺乏懊悔之心。 他做出的犯罪行为。 往往都是在与他人争吵后。 被激怒做出的无计划行为。 每次出现问题后。 李清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协商解决问题。 而是不惜以杀人去逃避问题。 而且这类人群有一个明显的特征。 存在很多性伴侣。 这一点在李清香身上也显露无遗。 面对审讯时的李清香。 甚至依旧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。 首先多次使用假口供干扰警方办案。 其次陈述犯罪过程时避重就轻。 企图将过错最小化。 如果说畏惧法律的审判而逃避。 不想负责任是人性本身的弱点。 但毫无忏悔之心。 却能够体现出李清香的可怕之处。 只是五十几岁本应该是。 子孙成欢西夏、何家欢恶的年纪。 而李清香、陈仁林、柳国荣、罗汉成。 这四人却永远都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了。 好了。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 我是主播老黄瓜。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